9月6號起開放國道客運 跟宜蘭市區公車停靠 對於羅東轉運新站的落成啟用 民眾遊客認為新站距離羅東火車站 有300公尺 往返兩站要穿越車水馬龍的光榮路 且沿線遮雨設施不完善 對轉乘民眾來說容易造成不變 大概三到四次 真的就覺得有點遠這樣子 有點遠 對 因為通常如果從車站走過來 這邊就距離比較近 好像有點小遠這樣 但也不是走不到 一年應該會有個三次吧 因為很快 離台北很近 我剛剛好像有看到 好像有一點點 我剛剛以為是在那邊下車 然後就想說 怎麼會站那麼遠的地方 面對民眾擔憂 宜蘭縣政府交通處表示 兩站間有風雨走廊 轉乘上不會有太大問題 在我們的船路北側 目前就有一個風雨走廊 那另外民眾希望我們能夠 加強空中難道興建的部分 那我們也會跟中央來 爭取興建的經費 那我們會趕快來設計 那一站工程經費到位以後 我們會趕快來興建 憲夫表示目前以協調客運業者 提供轉乘接駁 因此九月九號開始 每五分鐘就會有一班市區客運 提供民眾往返羅東火車站 以及轉運站 希望提供民眾優質的轉乘體驗 原資新聞 趕快找麻藥布拉綠奧 以來羅東採訪報導